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麽片? 不知道 它什麽片? 透明的片 课文上说是广成一下你知道吗? 它是很简单的东西 因为不知道 我在听那个班 我问你一个问题 他就跟我讲说 他给我的答案是说 课文找不到 课文没有交 所以我不会写 这样对不对 那应该怎麽办? 他应该怎麽办? 要查 要也可以问我 要也可以去查 像你很厉害 网络多么自由那方面 查图文这个最简单方法 那当然你还有方法就是跟同学讨论 那如果同学不知道 那讨论上也没什么用 但其实不是这样子 你知道 爱因斯坦在提出相对论这东西的时候 事实上是因为 他跟他的 学生讨论的时候 激发不差的影响 他跟他学生讨论的时候 激发不差的影响 在想你相对论的东西 所以很多东西 我们 并不会说 因为这个是未知 所以我们讨论的讨论不出结果 比方你的讨论是跟 逻辑有 是按照逻辑来推论的话 就会有推到一个新的结果 所以讨论都是有意义的 但是在讨论 有意义的讨论可能 也是聊聊天 好 来 很简单的 不用比多一个针孔 针孔怎么看呢 针孔平下怎么看呢 针孔平下怎么看呢 针孔平下 针孔平下 针孔做好了 然後咧 這樣看 一定要桶桶嗎 你看喔 靠近一點的可以過來看一下 桌上是日光燈的影子 日光燈的光都看到 有 有看到日光燈的光 有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所以簡單來講 自己拿一張紙去試一下 自己拿一張紙去試一下 你可以看到看不到身孔 等一下 你的動作大一點 多小一點 你可以看到不一樣的結果 來 仔細看一下 剛剛知道看不到 偷偷看你的結果 不客氣 為什麼沒有 這一個動作 嗯? 蛤? 對啊 沒有動嗎 針筒 針筒 沒有動 針筒 針筒這樣做不用 針筒這樣做不用 你先 動態小啊 你看動態小跟動態大直的差別 你自己做直接做看喔 動態小的 問題在哪裡 動態小的問題是 為什麼看不到 為什麼看不到 因為你是什麼 我知道應該動態小所以看不到 可是看不到什麼原因啊 動態小才是什麼原因啊 然後他看不清楚 他會碰到 你想想看 想看 想看 想看啊 你這樣 動腦先去想看 我又覺得光太弱了 比較弱 光太弱 光太弱 你看不清楚 對嗎 那請問他有成像 有 小動呢 這個 沒有 小動有成像 有 小動也是有成像喔 小動也是有成像喔 只是他的光太弱 那也是一個 那如果這樣把動搓大一點 你這樣蓋 對 對 你這個喔 你這個齁 你看不清楚就要馬在 在拼拼拼出來 有到一點點嗎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有 是有看得到 對 對 OK 然後你把動再搓大一點看看 你把動搓大一點齁 他有整個結構 你怎麼看來就變小 你怎麼一直逛 你一直逛 你有四個針嗎 我們就只有四場針 你也是好了嗎 過了 可是那個我就藏小了 你不要 那幫我藏小的 我都是遠的 都是遠的 對呀 你怎麼這麼蠢喔 我來盡量很大 看不太東西嗎 我平常看你 有耐心慢慢的調整你的位置 有耐心一點慢慢調整你的位置 有耐心一點慢慢調整你的位置 大中 大中 來放一點往前 剛剛是兩套 有耶 來看要塗上的燈光 這個有一個光點 我看中有綠點 我這邊有綠點的 我如果這樣子綠點我變比較長一點 為什麼 為什麼 好 生桶成這樣的概念很簡單 這是一個紙瓶 紙瓶中有個洞對不對 所以講說我這邊有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的這個角落呢 它的光線會通過這個軸 看你講說它會通過這裡 三角形的這個角落這個點的光發生出去 是不是世界八方發展出去 一定有個角通過這個點對不對 這個點會不會有個光也通過這個點 對 對 這一點是有個光也通過這個點 對 解讀什麼 解讀它變成尖老的三角形 好 為什麼 簡單來講 角落這邊是正方形 正方形的光 通過這個點會在哪裡 最順邊 所以這兩個剛好一定是在左右相同的位置 因為這是一個點 所以光通過湯的時候 在左邊的東西 會卡到右邊來 在右邊的東西會卡到左邊去 都不合理 所以它要直接直線 因為光的直徑性是一定的 光的直徑性是什麼 好帥喔 光的直徑性是什麼 就是它直的 光是直線徑 是直線前徑的嘛 對不對 直線前徑 所以光不會轉彎啊 光不會轉彎 所以光的特點就是 這一點過來 它要呈現在那邊 那我還有一個狀況是 所以我只要有一個洞 我這邊就會成像 對不對 它舌就會反的 蛤 它舌都是反的 所以你看喔 我們去照相 你們現在沒有底片喔 那你看照相 中間也是一個小桶桶 一個小桶洞 那個洞 光線經過之後 後面的底片 放的時候 照相照過來的東西 底片是剛好相反的 這叫做鏡像 這叫做點對稱 點對稱的意思就是說 我左邊的 左上方的東西 經過這個桶桶 會打到右下角 在右上角的東西 打下來 會進到左下角 會呈現左下角 懂意思嗎 它是剛好這個方向的呈現 那問你喔 動筒小一點或清除一點 動筒大一點或清除一點 動筒大一點或清除一點 動筒小一點 大一點的或清除 小一點的或清除 小一點的或清除 好 大一點或清除 說明你的想法是什麼 呃 呃 呃 這個嗎 有意思 好 其實我們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我在講的事情喔 請大家一下去等喔 所有東西都在訓練思考 訓練思考的方式很簡單 就是你要說出來話 你要先想過 我說出來的理由是什麼 不要亂猜 因為亂猜都沒有思考 亂猜是不用思考的 我沒有走這邊 左轉右轉 隨便 為什麼走右轉 不知道 結果會怎麼樣 沒路 對不對 可是我如果走右轉的時候 我知道 我想 我覺得是應該是 可能右邊 我經過的判斷 或地圓判 我覺得走右邊可以找到這個 你就走右邊 對不對 因為你的想法沒有思考 所以你問你為什麼要走右邊 我應該看地圖啊 這邊是怎麼樣 這邊是怎麼樣 地圖地方是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被右轉 所以剛好找到這家7 是不是 你有想法 所以拜託 在回答路面之前想一下 那盡量不要回答 不知道 不要回答 亂猜的答案 要有一個想法 這樣看喔 好 剛剛說大方說 動大一點比較好 另外誰說動大一點比較好 我會不知道 我就是重活的話 重活的話 OK 那你再想看 動大一點會不會比較好 我們剛剛講過了嘛 動小一點的區域是 看不見 為什麼看不見 因為太弱了 光太弱了 光太弱了 你看嘛 我這動很小啊 我這動就有一點點的時候 這動就有一點點的時候 你看喔 我這個光線 四面八方散射的 機率呢 只有 可能百分之一不到的光通過 也就是你在這邊看 這麼亮 你進過這邊看這個影像 它的亮度大概多少 只剩百分之一而已喔 對 那我再把這個放在縮小一點 等於增加三百分之一 是不是更弱了 可能弱到你看不清楚對不對 在相機的鏡頭我們就介紹光圈啊 光圈 你的光圈越小的時候呢 你的影片會比較清楚 那什麼都可以用光圈小一點的時候 什麼都可以這樣做 就是當你光圈很好的時候 當你這個影像 陽光照亮的時候 你要把光圈調小一點 好不好 曝光都過度了 好 我們來試一下 不要直接把這個動開就知道 我們再一樣來看成像的效果怎麼樣 有看到成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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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成像之後 你覺得成像亮不亮 不亮 跟相較這個比起來呢 你們如果看不見 因為我這個實驗器材很小 如果你們看不見 就挪動你的身體 看一下 會比較清楚一點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小的 好小 沒有啦 走 走 不過 事實上 這應該是比較靠近桌面 所以它相對每個平衣 以平衣面積 它分配到的光是就會差 但是它事實上會比較不暗 比較亮 不亮 這比較不亮 這比較亮一點點 它比較亮一點 但是清晰程度呢 清晰程度這比較好 這個比較好 看起來都沒差 什麼都沒差 什麼都沒差 你仔細看 因為我們的燈管是兩根 你要仔細看一下 哪一個燈管 你看到兩根的燈管 你看到四個 你看到四個是沒有錯 看起來有沒有看到兩根燈管 你看到兩根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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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條能夠看到兩根燈管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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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亮而已 亮亮而已 但是這個呢 有看到兩根燈管 沒有對焦這個 對 這個當然對焦 正主才對焦 小的可以對焦 大的沒有對焦 可以為沒有對焦 你不可以對焦 你不可以對焦 我現在最恐怖的 我現在要把焦點檔 請試一下 我現在要把焦點檔 打到這裡 這樣 可是如果這個頂點的光 就能夠經過這裡 可不可以 是不是這個頂點的光 可以通過這個孔就可以了 通過這個孔的層下 就是一張紙 它的紙上面的位置呢 就可以在這裡 可以在這裡 是不是就是螢幕的一片 你怎麼調整不到青紫那一點 所以這就是 你這個孔越大的時候 你就越不清楚 我孔越小的時候呢 我孔就這麼一點點的時候呢 我是不是不要讓我的光 盡可能都打在同樣點下 會比較清楚 會比較清晰 清晰怎麼回事 這樣請嗎 旁邊再一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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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清晰 好 木木 這是五花的木木 分析是這樣請 分析 對不對 這邊再加個木 是新析的析 奇怪 不是我 對啊 是啊 奇怪 我覺得 我覺得 蘇老師 日 是嗎 日 日 不是木 是日 沒有吧 兩個字都有 但是是木的析 對 我不 好 哦 算了 長特 清晰是清晰的 清晰 所以它枕筒越小 會有讓你更清楚的效果 你懂比較大的時候呢 會比較不清楚 不清楚的原因是因為光呢 可以通過的地方比較多 所以它沉上出來的話就磨磨一片 這個地點會再磨磨一片 這個腳的地方呢 通過它之後 也會是磨磨一片 覺得整個影像就變磨磨磨磨的齁 打到囉 小心喔 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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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不要 不要 哎 好 那... 我們上次講過 我们刚才讲过凹面镜跟猪面镜的状况记不记得 记不记得 我们讲过凹面镜和猪面镜没有 猪面镜的效果是什么 猪面镜是放不大 猪面镜是放不大 猪面镜没有放不大 猪面镜是放不大 猪面镜是放不大 因为它是猪面镜 因为你看这个方向打过来的光 它经过它反射 过来那边打 这个方向打过来的光 经过反射会往这边打 所以我如果眼镜在这里的话 我看过去猪面镜 我看的范围这么广 我本来以为我看这个广 可是经过猪面镜的反射的时候 你可以看的是很广的 所以 你桌上本来是汤匙的 在哪里 这边 所以从猪面镜看 我看的范围在什么广 我如果本来只有这么小的范围在看的时候 我看的是很小的地方 可是我通过这个汤匙 还是这么小 可是我看的范围变广 对吧 所以猪面镜的时候 我这边看的范围变广 所以在 我们在一般路口 街角和其他 都出面镜嘛 但是要让你看的比较广的地方 大家缺点是什么 因为他看的广 所以看到就变 奇怪 不变小 不见得模糊 不变小而已 也不见得变奇怪 他如果是好的圆围变广 会变奇怪 不见得会变模糊 不见得会变模糊 不见得会变奇怪 他这里是在那个圆围变的感觉 对啦 它会变得有点明明 大家注意一下 但是我觉得可以看的比较广 那这个凹面镜呢 凹面镜的好度是什么 我凹面镜有什么特点 就是这个 这里的 哦 我看的我 这颜光 凹面镜的好好的 更大 鋸铃光 鋸铀光 鋸铁铸银光 我光線進來的時候呢 進入奧面鏡的聚焦 我可以有聚焦效果 所以我們講說 那個誰 溫古 那是什麼樣子 那個亞里斯多德還是誰 多達 有一個 他們打仗的時候 是誰 阿基米德嗎 是阿基米德 阿基米德他就做一個時光炮 他就是在牆上做很多奧面鏡 然後奧面鏡 經過太陽打過來的時候 他把光的焦點聚焦到船上去 讓船燒起來 那時光 阿基米德他就用奧面鏡 那你在預計門去查實面 那個時光 就可以看到有人用那個 很大的奧面鏡 大家上課 那個很大的奧面鏡 但是光電力反映到那裡 木頭那邊 剛移過去那木頭就燒起來 就爆煙了 光非常非常的強 好 好煙喔 會很棒嗎 會很棒 那同樣的 同樣的 我們光有可逆嘛 對不對 光有可逆靜靜的什麼意思 嗯 你一看一個過去他就看得出來 我看到你就看到我對不對 我如果拿一片鏡子 我看得到 鞍骨 鞍骨就可以從鏡子看到我 對不對 是同樣道理 這光的扯靜性 剛才說我在這邊放個燈泡 放個燈泡都會幫你們事情 到處都很亮 不是到處都很亮 不是到處都很亮 這光先打過去之後 他會往這方向走 光打過去往這方向走 光打過去往這方向走 所以到處都很亮 不是到處都很亮 這也是一個頭色投影片 就是 你們講SPA-LIGHT的 可是他本來就有往那邊試了 對 結果再到本來就有往那裡試了 但是往這邊射的光是這樣散的 所以到處都很亮 往這邊射的光是散的 所以到處都很亮 但是往這邊是集中成一個光點 是一個光圈 是一個光線 所以拿到他那裡導入 你可以看到 那光是這樣直線出去的 就是看到我們旁邊的燈泡都很亮 對 那旁邊倒入量 那旁邊倒入量 越遠越暗 越遠越暗 可是中間這個光線 基本上呢 不會暗 它不太會暗 它很長的距離 比如四五十公尺 五六十公尺 七八十公尺之後呢 它越來越暗 為什麼越來越暗 它越來越暗的原因 不是因為擴散 它當越來越暗的原因 是因為中間有很多灰塵 光線這種灰塵 會擋掉它的光線 所以它越來越暗 但是整個SPA-LIGHT可以打很遠 不是 首先是你不太會暗 這就是首先同一個原因 它後面放到後面進 你要買那個碳到燈的 就不太會暗 要買碳到燈 一般的碳到燈 碳到燈就是 它打出去會看到 你可以看到一條光線這樣出去 是 有 你沒看過 有啦 只是 你看過的 OK 我們這個雷射 雷射 可以啦 雷射裡面呢 它不是這東西 它另外用別的道 它就用速度進來做聚焦的效果 但是 你看 這個是 你只要想知道是聚焦 有聚焦功能的 都可以讓 讓你的 光線 全平平出去 全平平出去的好處 就可以打很遠 就是 像車子裡面一句 仔細看車燈 車大燈後面那個鏡子 也是奧面鏡 也是奧面鏡 就是這個效果 看清楚嗎 好 那我們講透鏡 透鏡 透鏡 要講透鏡之前呢 我們必須講折射 反射 我們講了反射對不對 反射定律就知道 知道 什麼是反射定律 就是有個 反射 這個有個 有人 就是 講清楚一點 講清楚一點 什麼是反射定律 反射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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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反射定律 記得嗎 剛剛聽了講折射 改變 反射定律 剛剛聽了講折射 反射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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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講到定律 在數學上講到定律 就是一樣的概念 就是這些東西 是不夠有一個說法 固定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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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說要卡背起來 但是事實上物語到的定律很簡單 根本就是一個概念 但是你要說明清楚 所以我今天講反正定律的 你不能在學家上畫一個图表 我看說 我就定律就是這樣子啊 我就這樣壞 這什麼意思 我不知道 這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你要寫啊 你知道怎麼說 假設 這是光線的入色 這是滴答的講 這是反正的講 這是壞 滴答等於壞 OK 那我比較也許有點概念 在說什麼東西 好 那你如果不會這樣寫沒有關係 你可以寫 這叫做 角A 這叫做角B 然後角A等於角B 那也是OK的 懂嗎 就是你要有一個說法 對不對 明明 要有一個說法 要想清楚 這個反正定律是什麼 不能只是畫出去當主 然後什麼都沒有 也沒有說 這樣不行 好 好 把這個聽證清楚了 記不記得了 這樣知道了嗎 好 那我們來講折射 折射 折射 折射太 什麼是折射 是 轉彎的光的 轉彎的光的 是轉彎的光的 你這樣 你這樣比了三次 你的意思是什麼 你這樣比了三次 折射就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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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現在看到這張紙上 看到你的書本上寫的東西 就是靠折射 這是靠折射還靠反射 靠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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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举手 没有什么时候 没有什么时候 为什么 又不举手了 大概两个时候 想清楚吗 但是 我们在这边问一个问题 你有选择性 你选择性的时候还是要思考 准备 当你思考出来 不举手 表现现在没有结果 方向是没有结果 或者是 你觉得两个都可能是 但是 你要有点错吧 好 你说看 你为什么不举手 你要说话是什么 为什么不是举手 不是 我刚刚说的是折手或反射 你都同意还是都反对 你是都同意还是都反对 我都同意 你都同意 为什么 你改了 你都同意 算了 我爱是反射 是反射 他怎么 反射 刚才的字是反射 是不是折射 我突然是反射 你是什么 反射还是折射 反射 反射 我也想折射 好 想一下 反射 反射 你觉得为什么是反射 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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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表面上 路射 直接完全有反射 反射 反射 折射是穿過去的 折射是進入裡面的效果 所以基本上我們說 折射是發生在兩個介面 兩個物質之間的關係 兩個物質之間通過介面之後的效果 這是空氣 這是水 這是兩個物質 都在這個介面 對 光的折射會放在哪裡 放在介面上 放在介面上 會放在介面上 所以很簡單 我的腳好痛 怎麼痛 它是跑出來的是不是 對 對 對 這是什麼 好 好 它會停 對 它喜歡跑到這 快點 我聽過的時候 自己也不行 酒精變大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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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 避風騎士 為什麼要不是噴水還是噴水 不是啊 都不是 折唇 那發生 噴水 噴噴水 泡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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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雅泡泡水 太危險了 好 算了 好胖喔 沒有 我要看你 誰要讓我上課 為什麼 為什麼 好強的水柱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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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講這個概念 當我們的 光線經過空氣到旋律之後 我們會發現一個折射 我們先猜猜看 光會 這樣會有反射 反射會反射 這個折射是 我們要畫路線 就是指指進來的時候 光會這樣子走 還就是這樣子走 你覺得 我覺得 有那個筷子 跟筷子有關係 但是先想看 你覺得會怎麼走 光會 這樣子下來就是往這邊走 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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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我的實驗囉 上面 等一下 你還可以 très撞 你 Wissenschaft 話 你像我 airborne 你這邊可以還是她 來 你登上 我來 没有飞 这是那个 烧杯 没有过烧杯 咦 早上吃了个牛奶 我 还有没有 给我一滴 一滴 你要过来 很奇怪 好 再多一滴好了 这么小一滴 你没有讲清楚就再多一滴 好 有看到光线吗 有 有看到光线吗 有 好像歪过去了 有看到光是歪的吗 有 可以看到光是歪的吗 没有 没有 它很漂亮 非常的直接 我的意思说 经过水 经过水片的时候它歪掉 需要 他要去调味 那是哪有 哪有 才干嘛 我要做光线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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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躺下 躺下 有沒有 上面的光線看得見了嗎 它在裡面轉彎 它在這樣轉彎 不要管這個 不要管這個 就管中間那個點 它還是轉彎的 它會轉彎嗎 玻璃有時候轉彎 玻璃 哪個玻璃 我快碰到後面的玻璃轉彎 不是 我現在沒有碰到玻璃啊 那再碰到這個點啊 這個點不要理它 它是上面一點點 對啊 就是點上轉彎嘛 就是這個點一點點 就是這個中間轉彎 這個轉彎是因為這邊是弧形的 你不要管這個 你看我光是這樣子打的 你看 這是它在彈上去 來 你看喔 我把這個杯子 我先 它現在一直打到這個點 我先把杯子離開喔 再回來 你看 它本來是往這邊打對不對 來 你現在幫我把杯子離開 離開 它是打到這邊來 光有沒有折射 有 折射的角度是往下還是往上下 往下嗎 清楚了齁 所以是往這邊走喔 快點是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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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不是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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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等一下解釋快點 我們解釋快點 我們解釋快點道理 我們等一下解釋一下 快點是物體 稍微坐下去 在彈上 來 彈力球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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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所以這能量很強 這能量很強 這能量很強 看什麼 哈哈 你知道要看什麼 我讓你看 來看一下 不要 來 好 所以光是往下走 那光是怎麼往下走 你做什麼 要喝掉 不行 會蝦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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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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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光會轉彎 簡單來講 光在空氣中的時候 光在空氣中有一個速度 VA 光在水內有一個速度 VW 你認為VA大還是VW大 VA大 因為它的空氣 速度比較大 速度比較大 因為跑得比較快 VA大VW 我們要想看 假裝可以玩機力賽 VAVV 這是一個操法 一半 A從頭開始跑 B從頭開始跑 A跟W A跟W A 我們希望他跑完接力賽 希望他最快回來 那 你認為 通常我們說接棒 是有時候會說 那你接棒是稍微往前跑一點 有些人接棒是稍微退後一點 為什麼要當安排 因為每個人是巫頭 接力賽不是會當安排嗎 譬如第一棒跑出去了 第二棒要接棒的時候 有些人說 第二棒要退後一點是接棒 有的人說 你就往前跑 稍微先走一點點再接棒 你們有沒有聽過這個視頻 有 通常是最後一棒的 你沒有真的經驗 先跑前度的速度一樣 那還有一個原因是什麼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假設A跑得很快 A先跑了 A跑得很快 B跑得比較慢 那你為了贏這個比賽 你為了贏這個比賽 那叫W這個人 推到這邊來接棒 還在刀的到這邊來接棒 前面 到這邊接棒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這樣跑90% 他比較慢 他跑得比較慢 所以軟一點 他跑快的跑多一點 是不是這樣子 對 不是嗎 原來他快的跑多一點點 他後面會有一個 Z 然後他再一圈 沒有假設就兩人才往前一賽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把同學分成 兩兩一組 兩兩一組再跑 前一賽 那假設你在組分配 剛好一個跑得很快 一個跑得很慢 A跑得很快 W跑得很慢 你是會希望說 那W在接棒的時候 在這邊接 還在這邊接比較好 那邊接 就是在這邊接比較好 為什麼在這邊接比較好 為什麼在這邊接比較好 要考得公平 所以要改 沒有沒有 接地賽不需要這樣 會希望讓當民考 少一點嗎 不需要每個人距離 既然接地賽就不需要每個人距離 接地賽表示說 全隊的距離一樣就可以了 兩個 二次 蛤 沒有吧 沒有吧 就要單純的位置 那邊賽老師就說 他全班就是 他其實有個範圍 他其實他會不上 結果你要接棒的話 會有個範圍可以選擇 你要在這邊接 你要在這邊接 要在這邊接 當然如果你可以 那幫我們在這邊 那邊跑最少 有可能 我們曾經看到這接棒 控制是 舒服沒控制到 所以才可以先跑 他說你先預跑 就預跑到跑太快了 結果他後面一直追不上 因為他跑得沒有力了 他追不上 結果發現到這邊才接到棒 有可能 我曾經看過這樣子 他就是一直跑 他後面一直追不上 然後他會不想把舒服 就整個停下來 停下來就 少了預跑的效果 所以他就開始減半舒服 可是這個人實在是跟不上 他的舒服減半 他就是減半 他的舒服減半 他就是減半 所以我曾經說 都看到舒服才接到棒 對 但是我們會希望說 稍微跑轉一點 每一跑長一點 就這樣子 好 通通道理 到這邊來 你看喔 假設有光線 我光線 從這個點 到這個點 這是我們的路線 那我應該會說 我在這邊跑得比較快 我在這個線路跑得比較慢 所以光線進來 會有三種做法 一個是直擊的進來 都不轉彎 一個光線呢 會這樣子走 一個光線會這樣子走 一個光線會這樣子走 好 只要這三個路線 誰會比較快到這個點 在中間 中間 為什麼中間 這個比較快 這個比較慢 這個比較慢 那他爛了 那我們就說直哨好了 那他就說 這個比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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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在長的地方 他跑比較多一點 你不好看出來 跑慢的地方少轉一點 你不好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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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要知道說 穿彈的速度是要快的時候 這個就會變得比較好 這個比較快 這個比較快 走 我們接下來就好 我們接下來就好